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讲唐吉柯德 在之前提到了一个 在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因为这一部分也是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 在这么长久以来几百年的阅读的过程当中 这两件矛盾的事情一直存在在大家看待 唐吉柯德这本书上面 那也就是一部分 唐吉柯德这本书这么好看 这么多人看的都非常的入迷 然后看下去都觉得这是一本好书 它不只是具备有让大家可以流畅的 一路看下去的这样的一种性质 另外又总是让我们觉得 能够用这种方式来写这样一部小说 它开发了我们对于到底什么是想象力 什么是小说 以及人跟自己的自我想象力之间的 各种不同的关系 可是还有一个相反的 有的时候不免也会妨碍 或者是干扰我们对这本书的阅读 这本书它当然不是一本完美的书 我们讲过这本书有很多的破绽 而且这有的时候甚至是老实说 等级蛮低的破绽 像到底桑丘的这个驴子 有没有被 既然桑丘的驴子已经被抢走 被偷走了 为什么它一下子有驴子 又下来没有驴子呢 然后在那个故事的进行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些不完全前沿可以对上后话的 那这个无可避免 尤其是这本书吸引了这么多的读者 然后变成研究的对象 所有的这些不怎么样 这个不是太高明的产生破绽的地方 都一一的被点出 那既然有从一个角度来看 既然有这么多的破绽 我们还应该给这本书这么好的 这么高的评价吗 或者是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这是一本这么重要的 这么值得我们好好的探究来阅读的 这个经典的作品 为什么它会出现这种看起来蛮糟糕的一些 小的破绽呢 那把它集合在一起 我就说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的话 我们比较容易取得一个同情谅解的角度 来读这本书 那些破绽我们也就比较知道 该如何来面对 该如何来处理 那就是第一个我们了解 那个时代写作这件事情 尤其是上完提示他认为他自己在写什么样的一部作品 他为什么这样去讽刺这些游侠奇事小说作品 因为这些游侠奇事小说作品 就是不讲究 基本上只要求说他不会大概 基本上他绝对不会去考验 而读者他的这个记忆力跟他的理解的能力 因为游侠奇事小说它一方面 这个诉诸的并不是高等的读者 或者说想要提供给读者 非常值得你深究的这种具备有 可以说是比较高等级的阅读的享受 或阅读的收获 另外 再换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 那这些游侠奇事小说 它追求的在读者跟读者之间的关系 是短暂的关系 就是这一段有一个episode 这个episode让你觉得非常的过瘾 然后有飞天 有下地 有恶魔 有大战巨人等等 它是这样的一种性质 因此作者通常也就不会 小心地琢磨慢慢地写 通常看起来这些作品绝大部分 都是出自滥造 那既然它是出自滥造 追求的只是一时的浅诚的 这种阅读上面的享受跟乐趣的话 当然这种游侠奇事小说 就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破绽 那赛安提斯 他用这样的一个 在这样的一个传统底下 用那种写游侠奇事小说的态度 来写了一本 讽刺游侠奇事的小说 这是他的基本的立场 他的基本的触发点 我们了解了这样的一个背景 这样的环境 我们就了解说 相较于当时他要讽刺的 也就是在那样的一个传统底下 他针对去嘲弄的这群读者 他们所读的这些游侠奇事小说 那这个唐基克的这本书 他的写作的标准跟写作的成就 已经远远超越了 所以这是一个标准的问题 这是一个你拿什么 来作为他的基础对照的问题 还有第二件事情是 那赛安提斯他写作的过程 他写作的心态 因为这就不是什么 了不起的做学问去做研究 然后不是要给学究们读的东西 所以在写的过程当中 他也非常的随性 所以充分显现出来 他随性性质的 就是这部书的结构 或者是这部书 在基本篇幅上面 他的设计 我们清楚地知道 原来设计的 他没有要写这么长 所以这个问题是 为什么后来越写越长 本来这个一部 一共有四 他的这个书 一共有四个部分 四个部分越拉越长 到后来 除了有这个四个部分 这个四个部分 应该在这个上册的小说里面 是到了第52章结束 第52章结束 他后来又继续再写 继续再写出了第二卷 第二卷的篇幅 几乎跟第一部 第二部的篇幅 几乎跟第一部 是一样长的 好 让我们就用 沿着这样的一个想法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意识 我们来探究 探究出来 就会看到 在好看的唐吉克德的 这个上卷当中 就出现了 非常奇怪 你如果是用这种 严谨的文学作品的 细密的结构上的安排来看的话 其实是不是很有道理的一部分 但是应对 回来我们知道 为什么他的小说会越写越长 因为到后来 这个小说 开头的时候要写唐吉克德 要写唐吉克德的冒险 写到一半 他把康迪克德 暂时摆到一边去了 摆到一边去 他去讲书里面 故事里面的故事 那就是其实跟唐吉克德 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的故事 那这一段呢 从篇幅上面来看 还真的不短 从哪里开始呢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从第26章 大概这个之前 唐吉克德 因为他的风病发作 可是这次是一个 非常奇特的发作的方法 在那个黑山的森林里面 他想起了 像这样的一个环境 一个游家骑士 应该要做什么呢 一部分又因为 他被那个押布机给吓得 几乎是这个 当作押布机就是一个 可怕的敌人 他要去冒险 而且那么慎重其事地 告诉桑秋说 你不要去 因为太可怕了 这个时候是游侠骑士 应该要上阵 你就留在这里 而且呢 我觉得这个太危险 太恐怖了 所以我去了之后 不见得会回来 你没关系 在这里等我三天 三天我没回来 你就当我死了 我就应该就是死了 你回到我的家里面去 把我的讯息带给我 意中人 心上人 让他知道 我是为了把它放在我的心上 因此我去冒险 冒险我献出了我的生命 摘下来呢 你就回去领 我答应要给你的 你陪同我走这一趟的薪水 交代了 这就是交代遗言 那桑秋也吓得要死 但是桑秋呢 最后有情有义 他就是只是不让他的主人 在黑夜里面离开他 把Lucinante的这个马的脚给绑住 让主人不知道 但他就是骑不了马 马就是走不开 一直等到天亮 等到天亮之后 有情有义的上秋 明明知道 听到那个声音 在瀑布当中的 非常非常庞大的 像是摧毁灾难性的声音 他仍然决定 不行 他不能够 弃他的主人于不顾 所以他要跟着他的主人去 他跟他的主人去 对桑吉克德来说 最后决定 最后证明 这正是一件错误的 很不好的决定 因为桑吉克德 因为他们两个人 桑秋就目睹了 原来我的主人 还要特别立下遗嘱 他要去冒险的 那个对象到底是什么 其实不过就是 在河里面 利用河水的力量 所产生在那里 在那里设计 一个自动的压布机 打布机 那就是利用水流 像是水车一样 因为有水车 那就利用这个水车的 水车的力量 把那个布放在那里 砰砰砰砰砰砰砰 这样打 桑秋大笑 就是因为这个对比太 一下子之间突然之间 relief 看起来听起来 像是什么可怕的神魔鬼怪 原来不过就是这样 大家都认识都知道的压布机 可是当然就惹恼了他的主人 那唐吉克德其实觉得 非常的没面子 因而他必须要做一些事 现在到了黑山里面 本来是说要去进行一个 生死交官的这种 生死交官的冒险 现在冒险落空了 你还是要保有 游侠其事的尊严 所以这段写得很精彩 很细腻 到了黑山里面 经过了这样的失望 这样的失落 竟然被他自己的侍从 用这种方式嘲笑 唐吉克德为了他的面子 这就去想 那在这个环境里 游侠其事应该要别有作为 他应该做什么 于是他就想到 在某一本书里面 在另外一本书里面 他们进到林子里 自愿进到林子里 干什么呢 通常都是因为 他们在爱情上面 受到了挫折 表达他们对他自己的 意中人那样的一种 最深刻 然后呢近乎全心全意 奉献的这种爱 所以一旦他得不到爱 甚至有的时候 他知道他的意中人 爱上了别人 或者跟别人在一起 他就要发疯了 所以为什么 会到这个深山林子里来 因为他不要让人家看到 他发疯 疯狂 但是他没有办法 阻止他自己疯狂 看看 这不就是应该要让 最适合让游侠骑士 用这种方式发疯的环境 那我就来发疯一下 这样也就说明了 或者是挽回我的面子 我到这个黑山的深林里面 不是没有用意的 不是白走一遭 所以他就要把 因为遇到了意中人 他要为了他的意中人 而这个发疯 所以他就告诉 他就把桑丘给遣走 叫桑丘去找他的意中人 杜斯纳亚 然后桑丘因为这样 就离开了他的主人 这是26章的时候 发生的事情 接下来就有很长很长的这一段 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 都没有唐吉克德 书里面唐吉克德突然之间 当然也有安排 安排就是那个时候 反正他就在山里面 三天的时间他在发疯 所以就这个整个视野 这个整个叙述 从唐吉克德身边离开 跟随着桑丘走 桑丘走出来了之后 他就遇到了熟人 遇到了从村子里面来 我们以前之前就遇到 我们看过的神父 跟他的就像是神父 神父的body body 这个礼法 礼法师礼法匠 那他们两个人干嘛呢 他们两个人离开了村子 就是因为担心 唐吉克德现在的处境状态 他们想要去把唐吉克德救回来 一定要知道 一定要是救回来 因为神父已经清楚知道 唐吉克德陷入在这样的歧视 游侠歧视小说 所带给他的疯狂的想象当中 你不可能硬是把他拖回来 但是如果不把他拖回来 不让他回来 外面不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家里面他的这个侄女 他的外甥女 他的管家 大家关心他 担心他 所以神父必须做这个好事 神父在这个时候 他已经想好了一个计谋 这个计谋很有趣 那就是必须要将错就错 或者是你只能够跟 像唐吉克德这种人 你不能讲现实的话 你不能讲现实的道理 现实的道理说 你干嘛这样子 可以在家里好好地享受 你为什么要封城瀑布 在路上乱跑 你在这里你可能会碰到盗匪 你可能会干什么干什么 你讲这些话没有用 因为他整个人的mindset 他的心灵是在他的游侠歧视 所创造出来的那个世界里 讲这些不只是他听不进去 有的时候他还会用他游侠歧视的 小说里面的道理跟逻辑 他会扭曲 反而让他更加的疯狂 所以神父就想了一个方式 这个方式是你必须要进到他的逻辑里面 把他拉出来 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是我们来编一个故事 编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来自远方的一个公主 他在他的国里面被妖魔 被巨怪给欺负 夺走了他的国 所以这个时候他特别跑到西班牙来 干嘛呢 他就要来寻找一个了不起的游侠歧视 要请这个游侠歧视 问得如何 欠你条条 一定要去帮助他 富国 那神父是有道理的 因为唐吉克德一定会 一定会听得下 因为这就是符合 他的游侠歧视的基本的逻辑 仗义行侠 人家一个公主 弱女子 被本来应该继承 他的父亲国王的这个王国 却被用这种方式被强权 被这个恶势力给抢走了 游侠歧视这个时候不出面不出头 那还等什么时候呢 所以想好了这样的一个计谋 这个计谋呢 就是要去把唐吉克德用这种方法 把他骗回来 OK 所以他们在路上遇到了桑丘 太巧了 太好了 可是桑丘旁边为什么没有唐吉克德 所以他们就抓住了桑丘 要叫桑丘呢 带他们去找唐吉克德 不过刚刚讲的那个故事 内在当然就有一个闹局的性质 这闹局的性质是 神父跟理法师 他们两个人 但是你要扮演一个落难公主 去求唐吉克德 两个人都是大男人 落难公主在哪里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的设想他们的方法 进到那个客店 这个客店是第二次出现 因为在这个之前 其实也就是桑丘 在那里被戏弄的那个客店 当然来来往往 从村子里面 这样出来 这一条路 他们一直不断地经过这个客店 是合理的 他们在这个客店里面 所以就想尽办法 而且很好笑 刚开始的时候 是把这个理法师 扮演成为一个女人 要让她去当公主 后来走一走 神父自己都越看越看不下去 因为那个理法师 怎么会像个女人呢 所以倒过来说 那交换角色 换成神父去当女人 要这个理法师呢 两个人改换装扮 两个人呢 这个理法师呢 来当理法师当侍仇 那两个人正在这样子 在那个过程当中 故事突然之间 有一个新的转折 那就是本来想要 男扮女装 但是结果呢 他们就遇到了一个 女扮男 他们就遇到了一个 女扮男 女扮男装的 这个 这个 Dorotai 那Dorotai 长得很美 然后呢 在这个水边 脱下了鞋子 在那里洗脚 她脚看起来像白玉一样 接下来后来他们 发现了她是长头发 所以就识破了 虽然她穿的是男装 但她根本就是一个女性 更进一步的 这个Dorotai的现身 就把原来在这个之前 唐吉克德刚刚进入到 这个黑山森林里面 她所看到的那个奇怪的景象 她所遇到的Cardino的故事 又联系在一起 联系在一起呢 就发现这个故事的一个完整的版本 这个故事的完整的版本 可以用简单的一句话 就可以把它解释清楚 那就是 有一个可恶的人 Fernando Fernando在他的这种邪恶 在他的艰险底下 他制造了三个受害者 这三个受害者 这个时候现身的Dorotai 他是第一个受害者 那就是被他欺骗 被他玩弄的这个女性 他把人家玩弄到手 他就不要人家了 所以Dorotai因为这样悲伤 而且失了面子 失了地位 所以他就男扮 女扮男装 因而他才女扮男装 离家出走 这是第一个受害者 这个时候这个受害者 这个现身了 他的第二个受害者 是他的朋友 那就是这个Cardino Cardino原来 本来就已经有了 心上人Lucinda 而且Lucinda跟Cardino 他们两个人是两情相悦 就等着 这个Lucinda 就等着Cardino的爸爸 到Lucinda他们家去提亲 就可以 两个人就可以 有情人成为眷属 但偏偏就在这个 一点点的过程当中 遇到了Fernando Fernando好色看到了Lucinda 马上就追求Lucinda 而且想了诡计 把这个Cardino给调走 调虎离山了之后 去追求Lucinda 然后呢 向Lucinda家里面提亲 娶了Lucinda 他娶了Lucinda 就制造了另外的两个受害者 这个Cardino 是一个受害者 因为他失去了Lucinda Lucinda当然也是一个受害者 因为他被迫嫁给了他不爱的Fernando 而必须要跟他所爱的Lucinda 分手 这就是一个Fernando 制造三个被害者的故事 那前面我们听过了 一部分我们从Cardino的口中 对唐济科多说的时候 知道这一半的故事 现在呢 换成Dolotai现身 又把这个故事的另外的一部分呢 也补足了 那所以接下来很有趣 因为遇到了Dolotai 又遇到了Lucinda 又遇到了Cardino 所以呢 这个整个故事 就原来的这个三个受害者的故事 跟唐济科多的故事 结合在一起 但这都在唐济科多自己 不知情的情况底下 于是本来要男扮女装的神父跟立法师 遇到了女扮男装的Dolotai 解决了问题 这时候哪还需要男扮女装呢 就有一个只要让Dolotai 把他男装脱下来换回他原来的女装 不活脱脱的 就是一个就可以充当 这个来自于远方的 要去寻求游侠歧视 胜仗正义的这个公主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底下 我们就看到Dolotai 她也愿意参与在去解救 唐济科多的这个计划里面 可是我们从小说的角度来看 写到这里 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就是我们看到了 为什么能够想出这样的一个计谋 因为神父 前面我们就看他在审判这些 游侠歧视小说的时候就已经显现出来 神父其实自己也熟读这些游侠歧视小说 另外现在为什么可以把 或者说Dolotai为什么愿意 被他们用这种方式找来 一起帮忙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Dolotai对游侠歧视小说 她也不陌生 她也读了很多 她也记得了很多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甚至就是牵涉到 这部小说从第一部延续到第二部 它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这部小说它要能够成立 那它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的背景 这时代的背景也就是那时游侠歧视小说 大为流行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 绝大部分的人都被 明明看起来是很粗躁 看起来是很荒唐的游侠歧视小说 然而那是游侠歧视小说大流行 以至于绝大部分的人都不可能离开 都不可能跟游侠歧视小说完全没有干系 所以在他所写的这个讽刺游侠歧视小说的作品里面 就出现了各种不同的人 而他们进入到这个小说里面 我们特别需要注意到他们的身份是 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跟游侠歧视小说发生关系 那我上次就已经跟大家提到 我们一定会注意到的 其实虽然说是讽刺 可是你再换另外这个角度来看 也就说明为什么赛万提斯 他要去写一个像游侠歧视小说的这样一部小说 因为真的在他的小说里 完全不读游侠歧视小说 对游侠歧视小说彻底无知的 那唐吉克这个赛万提斯 他的针对这些人 你要记得他绝对不是用那样的一种态度眼光说 你们这些人你们是最好的 你们头脑最清楚你们最聪明 你们不会被游侠歧视小说的这些荒唐的内容 给欺骗给冲昏头了 不是啊 其实你看到哪些人是不懂或者是没有接触过 游侠歧视小说的呢 那都是在小说里被赛万提斯嘲弄的人 像是那种怎么样关心他的舅舅 他的侄女或者是奶妈 他们不识字 然后呢 他们没有一些关于这个世界更高深的 或者是更广大的认识 这种人他们不读 游侠歧视小说 或者是当然他故意选择了 比如说在这个第二部小说当中 接下来要真实的登场的 第一部小说当中只是一直不断的作为一个 被想象或者是被提到的对象而存在 那就是这个唐吉克德 他自认他的心中的意中人 Ducinaya Ducinaya在第一部当中只是透过桑丘 中间还是有小的bug 还是有小的这个破绽 那anyway 只是透过桑丘 桑丘意思说 原来Ducinaya 你所说的Ducinaya 他本名是这个这个 这人我认识啊 那不就是在那个乡下里面 那个是一个乡下的乡村姑娘 那乡村姑娘大概长什么样子 她大概会做什么事情 到后来等到他回去告诉他要编故事 回去告诉唐吉克德说他怎么见到了 这个Ducinaya 唐吉克德心目当中的Ducinaya 对他有一些他的描述 这是第一部小说当中所出现的 那当然那里面就已经展现出来 非常强烈的对比 在这个延续着 游侠歧视小说的内容 唐吉克德他所想象的Ducinaya 如此的美好 这个完美无缺 是一个游侠歧视能够找到的 最美好的一种人的对象 但现实里面当然不是这样 等到第二部的时候 这是一个更深的反缝 那就是唐吉克德心目当中的这个Ducinaya 他就是那种完全不了解歧视小说 一点点内容都没有接触过 所以这是彻底的最不解风情的一种人 所以不要说是他无法理解唐吉克德 用这种方法想象对他的情感 他甚至没有办法一丁点的离开他的现实 进入到一个更美好一样 更美好一些的这种想象的情境里 所以这种人他们不读 游侠歧视小说有比较好吗 当然不是 对比第一部的当中 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像Dorotai Dorotai是一个多么聪明 然后多么开哈的 他用这种方式被伤害 就是要刻画出他的聪明 以及他的那种柔心 还有他所受到被Fernando用这种方式伤害 让我们觉得他如此的无辜 想要应该要 要么替他报仇 要不然希望他还是可以有一个好的归宿 因此小说才会有后面 那个说老实话 又是从如果我们讲今天的一种 我们对文学的要求的话 其实是有点荒唐的大团圆的这个安排 说回来 Ducinaya对比对照Dorotai 差别在哪里 Dorotai了解也读 也迷过游侠歧视小说 Dorotai那个Ducinaya 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知道 如果在对于作为小说的角色人物 我们要投射我们的感情 他很清楚 你会投射在Dorotai身上 还是投射在Ducinaya的身上呢 所以其实赛万提是很有趣 他就是要告诉我们说 在这个社会最底层的 相对是最出比的一种人 他们跟游侠歧视小说 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在往这个其他的领域 很多大部分的人 他们有各式各样的方法 跟游侠歧视发生关系 例如说比这个最无知的人 稍微上面一点的 是谁呢 是桑秋 桑秋也没有读过游侠歧视小说 还不适智 可是呢 他有一种特性 这就是还是有一种quadulus 我们称之为叫做 轻性异性的一种特性 听到人家这样讲 就会把人家讲的故事 至少部分信以为真 当然这里面 让他能够信以为真 还牵涉到他的贪心 他觉得我既然跟着我的主人 用这种方式出来冒险 我最后总是要拿到一些 什么样的东西回去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他选择相信从他的主人 口中所说出来的部分 游侠歧视 尤其是游侠歧视 经过冒险之后 不是那个真实的 各种不同的折磨磨难 而是想象当中投射里面 经过了这样的磨难 经过这样的冒险 可以得到的代价 可以得到的好处 所以可以说 他选择性的 相信接受了游侠歧视小说 然后再往上 我们也就会看到 另外有像神父这样的人 还有应该是再往上 如果从商丘再往上 你会看到谁 你会看到 后来他们待了很长时间 不是这个时间指的是 小说里面的篇幅的时间 所展现出来的长度 他们待了很久的那个客店 那个客店的老板 他最开始的第一次的时候 他为什么看到了 唐吉柯德他用这种方式 处理对待唐吉柯德 到了这个时候 他们又回到客店 我们知道了 因为客店的老板 虽然不适自跟商丘一样 可是他又比商丘更往前一击 他听游侠歧视小说 他听他就入迷 他喜欢听人家 虽然他自己不能看 但是只要逮到机会 就要人家 将游侠歧视小说的内容 给他听 而且听了之后 他就会把那里面的许多的内容 内化成为一部分 他自己想象 或者是他认定的 那个世界的状况 以至于在客店里 他也跟神父吵起来 因为神父认为的 不应该相信的很多的事情 他是坚决 认为那就是应该是真的 在网上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人 我们才看到 这叫做一般的读书人 或者是一般接受 游侠歧视小说的方式 那代表的人 一边就是神父 另外一边是多瑞台 因为他们也喜欢 游侠歧视小说 可是他们没有 他们在那个线上 是清楚的 他们画了一条线 那就是什么是可以被相信的 什么是不能够被相信的 但是即使是他们不相信 他们不觉得 有可能是真实的 对于那样的 游侠歧视小说的内容 他们还是会 读得非常的高兴 读得非常的入港 以至于到后来就内化了 所有这些故事的情节 更进一步的 那就太有趣了 更进一步的 他们会逮到了机会的时候 非但不抗拒 他们甚至会自愿 进入到那样一种 游侠歧视小说里面的情境 配合去创造那个情境 去扳演那样的情境 从里面得到巨大的乐趣 这不就是 神父跟理法师 乃至到后来 他们incorporate 把这个Dolotai 引进拉进来 他们在干的事情吗 所以我们对于小说里面的 所描写的神父跟Dolotai 他们两个人的心情 他们的动机 因此就有了 另外一个层次的认识跟理解 神父口口声声说 我要去把这个 我要去把 唐吉克德给救回来 怎么把唐吉克德救回来 我们只好用这种方法 演一出戏 让他相信 有一个公主来求他 他才愿意回来 我看起来 这是为了唐吉克德 为了做这件好事 可是你继续往下看 你慢慢就觉得说 恐怕不只是这样吧 恐怕当这两件事情 这两种动机 当我们更仔细地去体会的时候 恐怕分不出来 哪一个前面 哪一个后面 哪一个是本 哪一个是末 哪两种动机 一个是去救唐吉克德 第二个是想到用这种方法 去救唐吉克德 可以在唐吉克德面前 去演一出戏 这个戏就是游侠奇事小说里面 经常出现的情节 把自己化身成为游侠奇事小说里面的 角色人物去讲 这些角色人物会讲出来的话 去做那样的一种戏剧性的演出 说不定当然有这个非常非常充分的理由 我们也可以倒过来这样相信 这个神父很有可能 就是想到了这个想法 说哎呀对 用这种方法 然后我还可以看到 这个唐吉克德 因为被我这样讲了 因为被我这样子演了 他就进入到这个情境里面 他都相信 太过瘾了 因为这样想 所以才决定要付诸实施 去救唐吉克德 不见得是 先想好要救唐吉克德 所以去想出这样的一个手段 这样的一个办法 真的有可能是倒过来 想到这样的一个情境 想象说 哎呀我可以自己这样 进入到这个情境里面 像去演戏一样 去演这出戏 所以要去救唐吉克德 那这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或者这样的小作的写法 是有证明的 因为我们看 神父出现了之后 接下来把多瑞台拉进来 多瑞台为什么这么快就答应呢 他一不就说 哎呀因为我对这些 游侠歧视小作的内容 还蛮熟悉的 接下来等到他们真的遇到了 唐吉克德的时候 那个多瑞台滔滔不绝 就开始讲 讲哎呀我来自于 啊糟了忘记我的国相叫什么名字 忘记我自己叫什么名字 还好神父在后面 就在旁边提醒他 但是提醒就只需要这样的提醒 接下来就开始讲 哎呀我的爸爸是一个国王 我的爸爸当时呢 要把这个王国传给我 但是呢后来出现了一个巨人 这个巨人如何如何的坏 我呢听说了在西班牙 有一个最倒不起的游侠歧视 我就特别特别这个下定决心 千里迢迢 我一定要找到这个游侠歧视 只要找到这个游侠歧视 就可以他一定就会让我 这个能够让我能够让我 得偿宿愿把我的王国要回来 你看这个故事 编得如此的流畅 为什么 因为他脑袋里面一定早就想过 如果我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底下 我去扮演这样的角色 都没有人过瘾 说这里都有证明都有明证 还有另外一个什么样的明证 那明证就是 多尔台当他见到唐吉柯德的时候 其实在他讲所有这一番话之前 他先做什么样的事 他就是咚一个 就在唐吉柯德的面前就跪下来 然后就说 伟大的了不起的游侠歧视 你一定要答应我 我现在要告诉你的这句话 这件事情 你一定先得要答应我 如果你不答应我 我就不起来 这是多么戏剧性的一种演出 这个演出很显然 也不是多尔台 不是那个多尔台 这个人 他现在所想要做话 他想出来要做的 他这个时候就已经化身成为 游侠歧视小说里面的角色 想象这样的一个角色 当他遇到的这个游侠歧视英雄的时候 他应该做的事情 他应该要讲的话 那更重要的证明 当然就出现在第二部 因为到了第二部 我们刚刚讲 第一部这个小说 它所形成的最重要的这个背景 这个背景是 人人都读游侠歧视小说 好了不能讲说人人都读 但是大部分的人 尤其是要进入到 这个小说里面变成这个角色的 都要对于游侠歧视小说 有一定的认识 有一定的敬营 然后对于游侠歧视小说 有一种特别的反应 如果不是这样 你就进不了这个小说 这是当时在设想 在写第一部的时候 赛万提斯他写出来的一个requirement 但是更有趣的是 等到他后来写第二部 他的第二部就再往前走 再往前走就产生了 为什么到后来 例如说二十世纪 这个赛万提斯的唐吉克德 非但没有过时 而且他被挖掘 跨越了时空 被视为是最早的现代小说的成立 因为在第二部里 他的设想就变成了 不只是这些人都读过游侠歧视小说 他甚至设想 那个唐吉克德第一部 这一部小说 这个时候已经出版 已经流传 所以在第二部小说里面出现的很多的人物 他们根本就已经读过第一部的小说 虽然这些第二部小说的 我们从创作的这个过程 创作的事实上面来看 这第二部第二卷的小说里面 所出现的这些角色 也是赛万提斯 他自己去想象虚构出来的 可是他的想象虚构是 这些人作为读者 作为角色 作为角色 他们同时先作为一个读者 就不只是 他们也都喜欢读 也都熟悉游侠歧视小说 甚至他们 在他们自己的那个虚构的世界里面 他们已经先读过了 赛万提斯所写的 唐吉克德小说的第一部 这变成了一个requirement 变成了一个前提 从这个前提 接下来就产生了 为什么说 到了20世纪 赛万提斯跟他的小说 被拿回来当作是最早的 现代小说的成立 赛万提斯是最早的第一个 现代小说家 因为这里面就形成了 故事内部有故事的一种 非常复杂纠结的互文关系 interactuality 这个互文关系 就是一层又一层的 一个小说作者写了一部小说 但是这部小说 进入到他自己的小说里面 变成他小说里面的其他角色 阅读的小说 更进一步的 他所虚构所写的这一部小说 进入到他自己的小说里 被他的小说里面的 其他角色阅读了 因而改变了他们的做法 他们的想法 这是多么复杂 多么纠结的一个关系 但是赛万提斯 尤其知道了 这个唐吉科德小说的第二部 他运用的如此何等的纯熟 以至于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惊讶 回来再讲说 刚刚讲到说这一段 这一段商丘遇到了神父跟遇到了理法师 接下来遇到了Dorotai Dorotai又被Cardino认出来 他就同样也是Fernando的受害者 再下来 他们这几个人就进入到了 就进入到了客店里 他们呢 找到了唐吉科德 唐吉科德暂时出现一下下 就是接受了Dorotai的要求 然后所以他愿意从林子里面出来 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了解 虽然疯狂 可是唐吉科德有他相对理性的那一部分 他不会给自己找 真的是往死里走的这条路 所以他就借由 他当然也乐于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借口 然后就从黑山里出来 从黑山里一出来 他们就进到了客店里 他们进到了客店 接下来你看 萨安提斯的写法 开头这一段前面 是让唐吉科德就在林子里去 自己去发疯 让事情由商丘遇到了神父跟理法师来处理 再下来 等到他们到了客店 他就把唐吉科德派去睡觉 他太累了 这也是事实 他在三天当中 他在这个林子里面 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好好的睡个觉 所以他到了客店里 他就昏睡过去 他昏睡过去就没他的事 那有谁的事呢 所有的这些其他人 他们就在客店里面包括跟客店主人 又再从这里生出了另外一个故事当中的故事 这是一个首尾完整的故事 首尾完整也就意味包括他的来历 说哎呀有客人呢留了一个箱子 这个箱里里面呢有一些游侠奇事小说 除了这些游侠奇事小说之外 有一个手稿 有一个稿本 一个故事的记录 这个故事呢 甚至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标题 标题同事也就是他的道德教训 何必追根究底 在这个故事里面讲到了这样的两个朋友 偏偏有一个叫做Ansemo Ansemo的这个朋友呢 娶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太太Camila 然后呢跟Camila 明明就过得好好的 但是他就是有一个念头过不去 他就觉得我必须要试验一下 Camila真的是不是真的对我如此的忠心 那如何证明Camila对我忠心 Camila如果没有受到诱惑 他忠心于我 这是假的 我要证明 他即使受到诱惑 他都能够保持忠心 因此他就要求他的朋友 他就去要求他最要好的朋友 叫做Rotario 让Rotario去勾引诱惑他的妻子 就是追根究底要确认自己的太太 自己的妻子是一个贞洁的女人 但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你就一直不断地加码 要求他的好朋友 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诱惑他自己的太太 一直到他的太太真的被诱惑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或者是这样的心态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本身有趣 但另外它在人的心理的分析上面 有特殊可以让我们有所触动的 也就意味着人跟诱惑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你要去考验一个人 考验一个人 从一个角度上面来看 因为没有通过考验 我们怎么知道它是真的或它是对的呢 但是你也要知道 考验本身会改变一个人 或者是会改变这样的situation 你从来不可能 不能够在人的事物上面 你不能假设 原来这个人他假设 原来这个人他是A 所以A到底是不是能够通得过考验 我就拿一个B这样的一个强度的考验 去考验它 那考验之后 这个A 我们就可以借由B的这种性质的考验 来证明A到底能不能进得起考验 你忽略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所谓的A的这样的一个性质 它不是固定不动的 当你拿B的性质 当你拿B的诱惑去靠近 去对待A的时候 A的性质会被这个B的诱惑给改变 所以我们永远搞不清楚 到底原来的A的性质 是通得过考验 或者是通不过考验的 这是对于人的何必追根究底 这一句话的道德教训 其实它内在有非常非常复杂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到底如何看待人 记得人就不是 你要得到什么样的答案 你就一定可以找得出方法 来能够确定的 从一个意义上面来看 人任何时候 它都符合测不准定律 Hisenberg所讲的 在物理上面的测不准定律 为什么叫做测不准 也就意味着 如果你要测一个粒子 它的速度 你的测的方式 就会影响它的位置 倒过来 你要测一个粒子的位置 你测的方向 你测的方式 一定会影响到它的速度 所以测不准定律就表示 我们找不出任何的方法 在不干预这个粒子的运动的情况底下 同时测得这个粒子的位置 跟它的运动 所以这叫做测不准 人当然是测不准的 因为你要测量一个人 你要去衡量一个人 你要去考验一个人 这个总统的做法会改变 会影响这个人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体会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智慧 那我们就会像这个故事里面的 安神某一样 我们把自己掉进到这样的一个灾难里面 这是故事当中的故事 讲这个故事 这个整个过程 唐吉克德都在睡觉 是其他的人 他们是由神父拿了这份手稿 从头到尾 这是宵夜 漫漫长夜 要干什么呢 点一点点火 让神父可以看得到这份手稿 让神父认得字 就一个字一个字 把这个好听的 有趣的故事 讲给大家听 而且听的过程当中 我们跟随着 我们读者 也都跟随着变成了听故事的人 从这个故事里面 看看我们自己 能够有些什么样的体会 再下来 小说里 又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但是时间也非常的快 也是短短的 就是一个chapter 那就是 唐吉克德做噩梦 做梦 做梦的时候 他突然衣衫不整 就起来 在他所睡的地方 开始乱砍 他砍什么 当然还有梦见 他觉得他在砍这些巨人 砍到这个巨人的头 被他砍下来 然后那个鲜血喷出来 但倒霉的不是 他想象当中的巨人 倒霉的是这个客店的老板 因为他砍的是 他睡的这个地方 放了很多人家酿红酒的袋子 他把那个袋子到处乱砍 为什么会有鲜血流出来 因为红酒都喷了出来 这是一个很小很短的一个 但是符合 唐吉克德的这个故事的基本的 主轴的一个小小的插曲 插曲结束了之后 他就课得又睡着了 故事又转到 转到什么呢 去收拾去整理 我们刚刚讲到 这里有两个 Fernando的受害者 在课典里 可是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Cardinio听到了这个声音 他听到谁的声音 听到了Lucinda的声音 Lucinda跟Fernando现神了 所以接下来 这个故事还要继续延续下去 那就是 Fernando这个时候 他面对三个他的受害者 其中包括 他硬是去娶了的这个太太Lucinda Lucinda离家出走这个时候 被Fernando找到了 要把他带回家 但偏偏在这里 狭路 冤家路窄 他遇到了 他抢走Lucinda 他奸诈地抢走Lucinda的 这个他得罪了的 这个朋友 Cardinio 又碰到了 他欺骗人家 取得人家的争吵 把人家抛弃了 这个女人 Dorotai 所以 在这一段过程当中 要解决这个 复杂的四角关系 这个四角关系 最后 当然就要归类 归类呢 两队 最后呢 必须要 我刚刚讲 有一点点勉强的大团圆 你要把这个大团圆呢 通通都 这个铺陈 让它完整 当然就花了不少的篇幅 以至于 到哪里呢 以至于这个时候 一直要到 从二十六章开始 从第二十六章开始 这个小说的 叙述的主轴主题 就离开了唐吉克德 唐吉克德真正呢 要到第三十七章 他才睡饱回去 他才睡饱回来了 那 所以 这真的就是 将近有四分之一的 第一卷的篇幅 那就是 唐吉克德离开 到唐吉克德真正回来 这么长的一段 重点都不在唐吉克德 那 这里面 有好几个不同的故事 而且故事当中有故事 故事有彼此互相残结 而构成了这本书 到这里的 这个复杂 这个 这个其中的 其中的一种内容 这个时候 我们不再是跟随着 好奇 想要了解 唐吉克德的传记 因而读这本书的人 我们这里 被赛万提斯 转变成为 我们都是 跟随着这些人 去听故事的人 从 读传记的人 化身转换成为 听故事的人 这两种角色 这两种态度 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 可是赛万提斯 他的文学上的成就 他了不起的地方 也就是 他出入在这样的 不同的形式底下 如此的纯熟 以至于让我们自己 经常 如果我们不仔细地想 我们就忽略了 可是我们虽然 没有仔细地想 没有办法从 道理上面去 语语解释 可是我们有 清楚地感受 我们就会一直感觉 读 赛万提斯的 康吉克德很过瘾 因为我们会得到 我说如果分析的话 可以明确地这样讲说 因为我们 在这样的一本书里面 我们得到的不是一般 单一读任何一本书的 那样的一种感受 它是多重的感受 时而你是这个 像是在读或者在看 唐吉克德的传记 想要了解唐吉克德 而且的确了解的 唐吉克德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但是时而 我们随着唐吉克德 我们变成了 游侠奇事小说的读者 而要么有的时候 我们好像找到了 在唐吉克德的身上 我们找到了当年 我们读爱情浪漫 我们读这个 爱情罗曼史小说的时候 那种呼呼如狂的那种感受 或者是读武侠小说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在今天 去追各种不同的电视剧的时候 我们那样一种入戏 以至于只要是小说里面 只要是戏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通通都接受 通通都相信的 那样一种呼呼如狂的状况 我们跟唐吉克德有这样一种联系的关系 那有的时候 我们也会自我意识到 我们变成了 在这个小说里 被赛万提示用这种方式 嘲弄嘲笑的对象 可是还不止如此 有的时候 我们又化身 我们又变成了听故事的人 我们就如痴如醉地听那个故事 听故事的时候 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在那里听 然后同事就心里面就在想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像在看这个Lothario跟Ansemo 他们两个人的故事的时候 说哎呀 这Lothario作为一个朋友 很够意气啊 他就拒绝了 可是一环一环 而且考验我们听故事 听故事就是说 那如果是我 我会怎么做 当你这个朋友告诉你说 你去勾引我老婆 很简单一件事情 拒绝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 然后告诉他说 这个道理是怎样 但是接下来 朋友就说 可是我没办法 这个念头就永远 一直都放不开 一直在纠缠我 如果你不帮我 我会死啊 我会被这个念头 给搞到疯掉 而且如果你不帮我 那没办法 我只要去找别人帮忙 你是他的好朋友 你能够让他用这种方式 去找别的人 来去供应他的太太吗 不行 你得帮他这件事 你帮他 好吧 你说 那我就用这种方法 我用骗的 我就装 我去 然后呢 跟他的太太 这个独处 但独处的过程当中 我什么都不说 这样就没有任何 诱惑的可能性了吧 是啊 但是他在钥匙孔里面偷看 他说 你是什么朋友 原来你都在骗我 好了 朋友最基本的意气 你被拆穿了 你竟然用这种方式骗朋友 怎么办呢 上针吧 至少要演一下 但是一演 就不是所有事情 都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 所以我们在读这个过程 我们在听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 一方面我们好奇说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另外 什么叫做故事 故事的另外一个特性 那就是 它是有教训的 它是有人生教训的 那故事过程当中 就一再告诉你说 这个教训是什么 那个教训是什么 可是这种教训 其实并不像 故事或者是赛文提示 故意在小说里面所写的 那么样的直接 或这么样的简单 像说 到底怎么做一个朋友 像Rothario 你是朋友意气 为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价值 但不就就是 从这样的一个 本来是彻底正面的一种态度 结果后来就引发了 所有的这些悲剧 像Anson Moore 那你莫名其妙 你就对于自己的妻子 到底是不是贞结 是不是能够抗拒诱惑 你如此的着迷 如此的在意 任何事情 当你如此在意 着魔到 到了这种着魔的地步 那没办法 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调诡 这是一个矛盾 你要如何证明 你只有 你永远不可能证明 这是对的 因为那个有可能 诱惑不够大 所以什么时候你才能够证明 除非你证明 他是错的 除非你可以证明 你的妻子是受不了诱惑 因为只要他继续抗拒诱惑 你就会给他一更大的诱惑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 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就说 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 我们用这种方法 在唐吉克德的书里面 得到的不是单一的 不是固定的一种过瘾 一种享受 一种收获 而是多层次的 这个多层次的构成 是使得这部小说 变成世界经典的 其中关键的因素 因此他才能够 尽管把唐吉克德放到一边 这个不管他 我们仍然看到小说 可以这样进展 更进一步的 等到唐吉克德回来了 他就对各位 在这个课店里面 发了一大段的议论 这一大段的议论 非常好看 但是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详细地念给大家听 可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第37章当他醒过来 回来的时候 他回来讲的那一段 歧视道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 讲歧视道的道理 可是一波未平 一波未起 到了这个小说 这个小说呢 小说到了第 小说到了第42章 42章 结尾的时候 要进43章 突然之间呢 Cardine 走到住着这些 女人们 女孩们的房门口说 谁要是还没睡着 听听吧 有一个年轻的罗夫在唱歌 唱得简直迷人 Dorotai就在里面回应他说 我们 当然听到了 我们正在听了 所以到了第43章 又有一个新的故事上场了 那是年轻罗夫的故事 还有接下来 在客店里 发生的其他事情 所以其实 从客店接下来 让唐吉科德 回到自己的村子里 那本来这个过程 没那么多的曲折 曲折是什么 好神奇 在那个客店里面 一个晚上 这么多人都跑来 然后呢 这么多人 彼此之间 讲他自己的故事 讲别人的故事 故事彼此互相穿插 因而构成了 在小说里面 不是直接跟 唐吉科德有关 然而却非常精彩的 这一段 这一段结束了第二部 然后呢 这一段结束了第一部 接下来 就是我刚刚提醒大家 我们读第一部 我们读第二部 我们不得不意识到 这件事情 第二部 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 第一部写完了 写到第52章 其实这个赛文提斯 他原来是花了 将近十年的时间 慢慢磨啊 慢慢磨啊 因为第52章 结束的时候 已经讲了 唐吉科德还有他第三次出门的记录 但是第三次出门冒险 花了将近十年 他才写到第59章 那可是碰到了一件事 也就是有人 已经就直接出版 唐吉科德传的续篇 因为那个时代 根本没有 不需要经过作者的同意 这个时候 赛文提斯火了 赛文提斯呢 急了 因此呢 他很快的 才把 于是就用这种方式 把第二部 给写成了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这里 那环绕在他的脑袋里面 那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 不只是他要写一篇一部 唐吉科德小说的续篇 在那个时候 有别人已经写了 另外一个续篇在那里存在 他得要压过 得要赢过 那个别人写的续篇 让大家认为 这叫做正宗的 唐吉科德小说的续篇 第二部小说 还有这样的一个性质 就是第二部的小说 在他的写作 跟我们阅读的时候 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曲折 不一样的趣味 那这些曲折跟趣味 那就留到 下一讲 再来继续跟大家讲 主要就要讲 第二部里面的一些 关键的内容 感谢大家